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光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來分享一個在Richmond的自住盤 而且是非常舒適 保養良好 十年扭零 但看起來都好像只有兩三年扭零的一個condo 不是特別的condo 它是頂層的 我們是Penthouse Unit 講到Penthouse 大家可能想到肯定很貴 之前我記得分享過在Lansdown的Penthouse 180-160萬 就不用的 這個價錢相當親民 符合現在這個超級淨的市場 就是109萬 這是一個小三房 超過一千呎的單位 而且是Penthouse 樓上是沒有人的 就是其他單位的天台 現在這個樓層是18樓 方向的話 這個單位是向西北corner 怕曬的 不要緊 有冷氣的單位 我們的位置在哪裏呢 我們首先從Richmond的高密度地方看過來 我們不是高密度的 前面的一個位置 大家看到很多建築集中的 其實那個位置就是Richmond Center 我們在Richmond Center 3號路那邊的市中心 一直向東邊移過來 下面這條大馬路就是Garden City 我們其實在Garden City 靠Coke Road的一些高階樓水泥樓 年份喜好是2015年 發展商是Concord 座樓叫做Monate 就是9099Coke Road 這個建築我大概兩三年前 都有跟大家分享過樓下的兩房單位 今次跟大家分享過高的 最高樓層的Penthouse Unit放售 已經在準備上樓 這個單位的特色一來是景觀高層 因為當樓層一高的時候 附近雖然有些建築 但感覺上不會太外眼 或者令到你完全沒有景觀 因為我們都已經可以越過它們 或者有半邊天就舒適很多了 而且我們在Garden City & Coke這個區域 其實大概有七八座高樓左右 這座Monate其實是最新的 例如這兩座Hampton Park 旁邊Squire後面還有一座 然後Coke Road後面還有Casura那兩個建築 其實都是大概2005至2008左右落成 都十幾年 將近二十多年的樓齡 我們這一座是2015年 所以剛剛才進入第九年 都未到十年 所有東西都新一些 例如用的玻璃漂亮一些 有冷氣等等 我們稍後進去再慢慢看 現在跟大家看看景觀 這邊就是西邊 所以剛剛在說公園 看到Richmond Center 中間這一堆都是一些比較矮樓的 我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Town House Project 例如入了火 八八八 Spires Gaze 記得嗎?我們有分享過 另外也有分享過Aviary 有客人買了 等著它落成的 都是中間工地的地方 那一堆Town House 賣得很好 一邊都有人問 原因是因為近市中心 我們這邊都可以走過去 當然比較累 但當然 如果你在Garden City那邊 坐巴士的話 幾個站就到了 所以很近 如果住中間那一堆Town House 就更近 然後這裡慢慢向北邊 北邊的話 又是很開放的景觀 其實改建變成高樓的機會性 基本上現在是不會有的 起碼幾十年之後的事 所以這個景觀 然後中間那一片 我都不知叫什麼 大公園 都不會變 那邊已經是Wallmark的範圍 上面那裡 我們平時 Carrie 雖然住在Delta 但我們經常每天都會來Richmond 吃東西、做東西、買菜、什麼都可以 都是這樣 一條路就進來 所以經常都看到這個建築 後面過了河之後 那裡已經是Oak Ridge的一堆樓 以前我都完全沒有東西 Lowrise的 現在是有一堆樓 一路就是北邊山景 然後向這邊就是東邊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密度 剛剛在Richmond Center最高密度 我們這裡中密度 那些樓就沒有那麼密集 大家分得很開 去到那邊連高樓都沒有了 已經進入了農田 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 這邊已經是4號路過 再過去5號、6號路 再那邊已經沒有了 所以這邊看出去的景觀 就很舒適了 就是一個適合自主 未必不會太密集的環境 好 這一個天台單位 就是Penhouse Unit 它的天台露台 都是很大的 大家都可以在這裡很舒適 BBQ 放些椅子坐下 這些東西 搶兩把傘 沒那麼大風的時候 我們這一層是Penhouse 大家會看到 上面好像還有些東西 18樓其實已經是Penhouse最高層 唯一還有兩個單位 在對面 上面有多個小的地方 就是佔上面的天台 其實大家都是18、19樓 都是Penhouse 我們這個單位是Corner Unit 所以我們這邊進去是門口客飯廳 然後這裡整個Corner都是 之後進去還有幾間房 所以整個位置 大家看到這個玻璃的部分 全部都是我們今天和大家介紹的單位 現在就和大家進去單位的室內 去參觀一下 看看單位是怎樣 總室內面積1095呎 它總共有三個睡房 再加一個釘 這個單位的設計很有趣 門口在這邊進來 但是open 完全沒有走廊 Corner Unit 又可以做到沒有走廊 其實是比較少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Corner Unit就有一條長走廊 但是它又不是一打開 就對正所有廚房客飯廳 有少少 privacy的門口 進來才看到 門口進來了 這邊就是一個很闊的客廳位 可以經過客廳 就出到我們剛剛的露台 大家看到它放的沙發 電視機其實都很大的 這個範圍 然後再到後面 就放了餐桌 餐桌也是很大的 這張還可以展開式 我們家裡也是類似這張 這兩塊玻璃還可以拉開 還可以拉開 還沒拉開的時候 已經可以坐到六個人 再拉開可以坐到八至十個人 這邊還有足夠的闊度 那邊也是 單位裡面是有柱子 但它剛剛好藏在尖角位 所以其實又不是很角 可以放一些芝蜜 放一棵樹 放一個小櫃子 都可以 然後這邊 其實supposed 這邊都是走廊 業主就是加了一個 Extra的Island放東西 但其實原本原裝發展商 Concord 它已經是做了一個很長的Island 在這裡 這些可以再放在巴凳 如果有需要的話 這邊長Island 後面就是長條型的廚房 中間這個闊度 都足夠兩三個人 一起煮食 這樣 我們看回 就是當年 一五年十年前的Concord 都是在用MIRROR 原來我見它的全套電器 包括一會兒給大家看 洗衣機乾衣機都是MIRROR 三十吋的大雪櫃 而且做到很高 然後一格雪 一格冰格 兩個冰格在下面 這邊抽油煙機 還有櫻花牌 不是現在我們看到很多Condo 一個小小的抽出來 好像目測都不夠抽力 更加不是那些微波爐 加手煙機 這個厲害 旁邊這兩個都入面有光燈 大家可以放Display 或者放些醬油 上面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下面這裡也是 打開之後 以前Concord的Style 跟現在一樣 都有做到三格櫃桶 看看這邊 是不是 這個就不是櫃桶 這個是大格 給你放一些很大的 煲煲碟碟 不同的機器 這個Island下面 也有很多儲物空間 這裡洗碗碟機開始 也是MIRROR 看來它過了十年都可以 還用到 然後這個下面也是一樣 有可以拔出來的垃圾桶 可以拔出來的清潔用品櫃 但如果它濕滿了 我就不拔出來 這裡中間還有一個空間 都是櫃桶 有整理器 然後就是微波爐 微波爐下面 還有儲物空間 這個就是剛剛業主放的 這個單位除了就這樣看 好像儲物空間 還不足夠 還有的 門口進來的衣� 它是超級大的雙門衣� 而且它不是混合洗衣機乾衣機 它這個是純衣� 這邊全部可以放很多大衣 冬天衣 這裡一樣都是 所以只門口這個 已經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而且這條走廊都很闊 然後看完廚房間 然後看完廚房間 我們就進去看三間房間 還有書房間 廚房間 其實已經是並排一間房間 兩間房間 以及主人房間 設在最入面 我們看看這一間 不是最大間 但我覺得最棒 但是最棒 就是一個角色的房間 這個房間 其實不算很闊 但其實很長 你看到床 基本上是佔了房間的一半 這一張是雙重 但其實兩邊都放了比較闊 床頭架 床頭櫃 小朋友積木 如果你真的想放 queen size 應該都是夠位的 可能放一個床頭櫃 這間很適合做小朋友房 因為你除了放床之外 這邊還有很多空間 可以讓小朋友玩 如果大過了 還可以放到書桌 一樣有柱子 但也不算佔很多位 還可以圍著放東西 這裏就是向西邊 看 Richmond Center 北邊看景觀 這房間一樣大的雙門衣� 而且衣櫃是裡面還有的 這裏一直到這個位 很深 可以放進去 難放一些東西 不過一樣可以放到東西 這邊剛剛好到頂 全部都是衣櫃 好 剛剛跟大家說了 它有冷氣 這座建築不是每一個單位 都原裝有冷氣 因為以往十多年前 很多建築 其實是沒有冷氣 當時找一個人沒有那麼熱 好像今天 這座建築 這座建築 我覺得很熱 已經鼻出汗了 今天已經開始熱浪 二八三十度 其實它的取暖系統 是這些Base Wall 以往大部分 Vancouver、Richmond、Burnaby 十幾年前開始 沒有冷氣 都是這些 暖氣系統 在窗邊 當初這座樓 我記得不是每一個單位都有冷氣 好像是要跟發展商買 或者Panhouse才送給你 這座冷氣機 每一間房都有 客廳都有 所以整個單位總共有四部冷氣 這是第一部 剛剛客廳未跟大家說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好 進來之後 這邊 剛剛客廳的第二部冷氣 我們來這個小很短的走廊 其實很實用 沒什麼浪費 這間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說的小房 現在的標準其實真的是房 現在很多發展商買樓 你不斷擺到床 擺到衣櫃就叫房 以前的標準還叫書房 我們就取中間叫客房 這個長度 其實絕對足夠大家擺一張單人床 甚至很細小的Double Bag都可以放到 這邊一樣有窗 但沒有衣櫃 自己可能要裝一個 現在是類似一個 一個女孩子小朋友的梳妝 area Hello Kitty 這間房間也是有冷氣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不會只是當它是書房 如果很多時候書房就沒有那麼奢侈 一樣有暖氣系統 來到這間房間沒有衣櫃 剛剛機仔說 衣櫃丟到外面 說笑而已 這邊有個小小的Den 上網的Box都放在這裡 這邊大家看到現在業主都放了一個櫃 櫃後面還放了這裡本身的門 原裝是給你門 不過可能是鹽瓦頂 就裝了這些摺的東西 輕便一點 整個櫃到頂可以放很多東西 這邊還有個洞 放進去也可以放東西 所以有個小釘 有燈 然後旁邊就是洗手間 剛剛兩個房間就是share這個洗手間 基本上都是鋪了這些很standard 然後有個桌面 下面都是可以拉出來的櫃筒 這些都是鏡櫃來的 裡面也可以放很多東西 好 這個就是shower stove 而且是有一個可以上下調節 拿下來的那些洗澡花散口 下面是鋪了磚 好 剛剛那兩個房間 share這個廁所 最後 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是洗衣機乾衣機 剛剛跟大家說了 它都是MILLA的全土乾衣機洗衣機 這個就是洗衣房 在三間房間的中間 然後這裡進來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目差不是很大 但其實這張是King size床 而且還有一個很闊的床架 它其實長度是挺舊的 因為你看了 放了King size床 還可以放這個床頭櫃 唯一我覺得它是那個 這個深度不是很舊 這邊就稍微窄一點 你放不到Dresser 這裡一樣有冷氣 所以第四部冷氣 我們也看到了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Glass door 主人房也有一個小露台 加上這個露台 整個單位的兩個露台 加上就超過了400呎空間 這個我看西邊 這個露台就有頂了 大家可以放兩張椅 享受一下景色 喝杯咖啡 好 主人房這邊一樣有冷暖氣 關了門之後 這裡是一個walk-in closet 大家可以看到 不是很大 但起碼可以掛到很多衣服 放東西 然後這邊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剛剛是shower在外面 現在是浴缸在裡面 這個跟現在很多新樓是相反 現在新樓很多時候賣的 都是shower在裡面 浴缸在外面 然後很多客人就反映說 其實我想自己浸浴 當然在自己房間浸 怎麼會在外面浸浴呢 這個是浸浴為主 所以花灑頭就在上面 這邊的setting也是一樣的 好 我們基本上就tour完整個單位了 大家可以和大家看看 廚房這邊有窗 很多朋友都關心寒度問題 我們這個位置就完全不是寒度 因為我們是看到寒度在哪裡 我剛剛拍片的時候 都已經觀察了很久 就是Walmart那邊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寒度下面 聲音會吵一點 Caption那邊 你就不斷看到飛機 是那條路這樣飛下去 剛剛好一路這樣飛過去 我們這邊基本上 在室內是完全關門窗 是不會聽到任何飛機聲 甚至什麼sky train聲都沒有 最多是Garden City 其實甚至Garden City的交通 你都是出去才聽到 出去才聽到 出去才聽到少少Garden City的車聲 現在和大家總結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單位 1029099Cook Road 就是2015年Concord建好建造 叫Monet 我們這個單位18樓 是Pennhouse單位 樓上就沒有單位了 現在的掛牌價是$1099,000 已經上盤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約Carrie 再上來做一個showing給大家看 可以實地來感受一下 有Pennhouse unit 以及景觀 管理費是$540 管理費裡面不會包含冷暖氣 因為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 電是用自己的 冷氣也是用自己的 跟我們平常說的 很多新樓樓花是不同的 管理費裡面會包含 gas 包含熱水 包含圓藝 會所等等 Pennhouse的樓層和下面的走廊 有些不同 因為之前有買過樓下的單位 Pennhouse那層升降機 進來不是鋪地毯 全部都是這些tiles 包括這棚牆都特別漂亮 是鋪了磚的 樓下的是地毯和普通牆子 其實還有一個Villa Session 就是前面這裡 有幾層樓高 然後就是低階層 中間就有空中花園分割 有些Kids Area 有些Water Features 有些植物 然後看我左手邊這塊 長形的就是會所設施 它這塊不能進去 就是一個Function Room 大家想預約裡面有什麼廚房 大Party 然後其他會所就是這個地方 給大家看看Gym房 Gym房冷氣很足 有些重力訓練 有些跑步機 看外面Garden和對面的建築 沒有啞鈴 沒有啞鈴 只有兩個 自備啞鈴 好 好 車位還有窗 很光猛 車位有窗 有什麼用 看得清楚 光猛 這就是這兩個前後車位 145和146 基本上 麻煩少少 Tandum Parking 不過如果有些很長的車 就不用怕拍不到 很高 對很高 高和後面好像比較長 車位拍完之後 那裡已經是停車場 那裡已經是電梯位了 那裡已經是電梯位了 好了 我跟大家今天 不如看看大堂 因為昨天 剛剛有同一群客人 都在Richmond附近看樓 發覺原來 不知道 年輕的人 可能不太在乎 中老年一輩都很介意 大堂是否光猛 進來的感覺是否舒服 跟大家看看 外面這條是Code Roll 你門口的Fop進來 這邊基本上是全玻璃設計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Chanaria 這邊就有一個Concierge的檯面 這個建築裡面 就有Care Ticker 你平時有Fop 那些東西 要預約的都可以找他 也有一個Concierge 他說On-site hours 星期一至五早九點到五點 星期六就九點到三點 今天沒有人 因為今天星期日便沒有人 出到Garden City這條路 其實已經是大馬路 你已經有巴士 如果你不開車 或者不想走路去市中心 這一條已經有巴士站 乘兩三站就可以去到市中心 我的Villa有個自己獨立的入口 9019 就在這裏 巴士站就在這裏 如果大家還未踏車牌 或者公公婆婆不想開車 但是又想住得安靜一點 不要那麼貼市中心 這邊也可以考慮 我們看看巴士站 405號 我們看看405號 去很多地方 整個Richmond 上去Vancouver都兜了 最遠你可以去到魚人碼頭 或者下面Ironwood Mall 也可以去到近一點 不用去那麼遠 我們去那麼遠 可能是Clober 可以去到Lansdown 可以去到Richmond Center Lansdown Lansdown 會否拍到後面的地產 不要緊 我幫他賣廣告 前面就是公園 這裏是一條短剪 大家不用繞這麼大圈 你建築下來 對面馬路 在Casora的兩座建築中間 已經有一個很舒適的林蔭路 你好像走那麼多路 對呀 今天天氣好 好舒服 雖然有點出汗 已經到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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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到了 我們現在下來了 這裏已經是公園 所以大家和小朋友來玩 放狗 自己散步 兩三分鐘已經可以了 而且很安靜 大家和我一起散步 夏天現在多走一些 身體健康 花水就是散步 就是這樣散步 對 今天很熱 不過這邊有個好處 雖然現在很熱 好像沒有蚊蟲 香港肯定被蚊子拗死 有風很舒適 沒有風很熱 太陽下出汗 哎呀 這間屋有沒有 這裏會被送失敗 沒有被收購 對呀 有沒有人住 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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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間屋嗎 對呀 不錯呀 釘子壺 這裡很多掛牌 一大堆 現在市場不成功 我看香港樓價跌得很誇張 這邊稍微好些 但也一般 掛牌量大增 但成交量沒有 所以整個市場環境 都不是特別友好 尤其是沒有了投資客戶 所以Carrie現在都盡量 幫大家推薦一些適合自住形式 投資難搞 現在大家有錢都放在銀行上收一息 對吧 反而最近多了很多朋友 打算趁這個市場 多東西選擇的時候 可能是換屋 小屋換大屋 大屋再換大些 就涉及了一賣一賣 在這個環境之下 一賣一賣都有挑戰性 因為你買的時候 一定容易 市場上有很多人讓你選擇 一間一間殺價 殺到哪間適合 心碎就落搭 但當你要賣你的房子 你就完全被人殺價那個 所以想一賣一賣的朋友 希望你們可以調整一下 你的心理素質 就可以祝你們快點成功換樓了 好的 拜拜 2005至2008 2005至2008